喜到不到 过年好 吃好喝好 心情好 天天饮食 给您拜年啦 大家好 我是甘萍 春节好 祝大家身体健康 快乐每一天 我们天天饮食 给大家拜年啦 干杯 干杯 那一过年啊 就要放松一下 就得小酌几杯 这一喝酒就得有下酒菜 对呀 你下酒菜哪呢 一般的小炒 是不是 而且小炒一般都是好事成熟 好事成熟 互相搭配 还是这小炒有点讲究 一般我们做小炒的时候 都是一道清淡的 一道浓郁的 或者是一道白 一道红 再或者是一道海鲜和一道肉类 让组合搭配在一起 那咱们今天这小炒谁来组组 在这儿呢 今天我们俩带给大家的是 苹果爆鲜牛 好 首先把原材料介绍给大家 西兰花 鱿鱼 葱姜蒜 还有香菇 西芹 这边有盐 糖 胡椒粉 生粉 香油 味精 首先第一步 我们把鱿鱼切成花刀 在切的时候要斜刀切 而且一定不能把它切断 然后我们把它转过来 还要这样再切吗 对 我在这儿问问你 为什么就是说鱿鱼还有一名 大家要叫它花枝 它只是鱿鱼加工完了之后的形状 很像绽放的花枝 所以叫花枝鱿鱿鱼 过年嘛 花枝鱿鱿讨一个吉利 好 王剑 你现在是把它切成片状是吧 对 下一步我们要把它腌一下 要腌一下是不是 好 首先我们加一点点盐 就是为了让它能够更加的入味 然后呢 再加一点点胡椒粉 再加一点点的生粉 生粉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淀粉 就觉得好像很黏着的这种状态 搅拌均匀之后我们把它腌五到十分钟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再一道工序 我们要把西兰花焯一下水 西兰花焯水的时间一定要短 把这个西兰花这样围一边 哦 这是我的强项 最后一个我来 好好好 哎呀 这个一过年 掰起来就是有喜庆的样子 好 这个我们先把它放在这 下一步我们重新拔火点着 好 再来很关键的一步 要把这个鱿鱼和七禽焯一下 焯水的时间也一定要短 到这个鱿鱼卷一卷起来的时候就可以了 嗯 关火 这么快 行不就有水 这个时候南枯海我们调个汁 我说你加料 好吗 好 盐 盐 糖 糖 这儿有 胡椒粉 胡椒粉这儿 味精 胡椒粉 胡椒粉这儿 胡椒粉这儿 好 酱油 这儿 好 把它搅拌均匀 好 这时候我们重新开火 三次开火啊 对 不错 三把火 火火火火火啊 锅热 再加油 好 它刚才把这个葱姜蒜还有香菇 还美食搭配 咱们让那几个朋友尝一尝 好漂亮 你先别夸我们 接着 他们做清淡的 赤目以待 水